皇帝卷秀啊,一大波官家小姐来袭 苏州之造,孙朱和之妹,孙妙亲,年十六 苏州之造,这个官呢,是皇帝亲派江苏省皇家奢侈品纺织厂厂长 外加上中央巡视组组长 他是一个正五品官,大概相当于比现在的正厅级略低的那么一个职位 你别看这个官的职位不是很高啊,其实权力很大 因为是皇帝亲差大臣啊,所以这个哪怕一二品大员都要尽他三分的 曹雪芹的爷爷曹寅曾经就这个官职 苏州之造,后来转任江宁之造嘛,为什么 因为这个官职应该是皇帝亲派,所以他和皇家的关系是很亲近的 随便中央巡视组组长给你递个小报告 你这个当地当官的就得,对吧,这个颤三颤了 原来曹寅的妈妈是康熙皇帝的保姆嘛 而且曹英又在很小的时候就是康熙皇帝的这个侍卫的官职 所以他们和皇家的这个亲近的关系 可见一般了,康熙六下江呢 有四次都住在苏州制造这个正五品官的家里的 历部侍郎,曹碧应之妹,曹相遇 历部侍郎,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中共中央人事部组织部副部长 是一个正三品的官,大概就是咱们现在的副部级官员 通政司副使,复安之女复华 通政司副使,通政司有点类似咱们现在的国家信访局啊 那副使,那就是副局长咯 他是一个正四品的官员,比咱们现在的厅长的级别略往上 这官家小姐一多呢,你爸是李刚,我爸就有可能是李双江 所以啊,还引发了点小矛盾,来看这一位 松阳县城就是松阳县的副县长,正八品官职,相当于咱们现在的科级 包一左领,这是一个清朝特有的官职,相当于京城皇家护卫队的一位师长 从四品,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厅级干部 川陕总督年耕尧,受二等功 凡调遣军兵动用良响之处 捉边防半响大臣及川陕云南都府提振等 拒召年大将军办理 这位厉害,川陕总督,相当于咱们现在的成都军区加兰州军区总司令 同时也是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陕西,宁夏,甘肃,青海,省委书记加省长 这是一个从一品的官员,相当于咱们现在的比中国籍的官员略低一点点 下家这样的人到咱们年幅跟前,连踢鞋都不配 别着急,没讲完,甄嬛眉庄的爸爸咱们都还没提到呢 你把这期的好好复习复习,咱下期继续